歡迎來到Muzik古典樂鬥之室的時間 今天的主角 羅希尼 不只寫了許多經典歌劇文明 還因為提早退休 享受吃喝玩樂生活 羨煞眾人 一起來看看羅希尼可以享受樂活人生的秘訣吧 羅希尼的歌劇寫得又多又快又賣作 在20年間寫了39部歌劇 財富自由後果斷在37歲宣布退休 開心享受起美食家的第二人生 羅希尼能夠名利雙收又早早樂活退休的運氣和本事 真是讓所有藝術家跟上班族都羨慕不已啊 羅希尼出名後狂皆委託 除了接過不少爛劇本被質疑 為了短時間完工 他也常偷吃布 重組自己過去的舊作 當成新曲交差 還曾經把阿爾吉利亞的義大利女郎 改個設定就寫成 在義大利的土耳其人交差而言上 羅希尼個性很幽默 筆下歌劇很多歡樂作品 長焉魚他人也擅長自嘲 提到自己的生日在2月29號 也是輕鬆說少過生日省麻煩 他焰餘評論 法格納的歌劇 一遍聽不懂 但不想聽第二遍 也婉拒過普商出版全套歌劇的邀約 自嘲不想被人發現 序曲都是同一首 羅希尼一世吃如命 曾說自己一輩子只哭過三次 第一次是因為歌劇賽維亞的理髮師 首演失敗 第二次是聽完帕格尼尼的演奏 第三次是因為野餐時 手滑讓整隻烤鵝掉進河裡 可見美食對他的生命有多重要 羅希尼的年代交通運輸發達便利許多 不僅讓他的食譜可以豪邁指定異國食材 熱愛義大利麵的他 有一次在巴黎演出沒面可吃 竟然寫求救信 請朋友緊急從拿破裏快遞麵條過去 可見他對美食的堅持執著 熱愛美食的羅希尼也以美食入曲 鋼琴組曲四道前菜 就寫了櫻桃蘿蔔、蹄魚、醃漬小黃瓜、奶油 晚年也寫過肉末和豌豆為主題的沙龍音樂 令人聽了食指大動 他為劇場點心時間寫的冰雪林泥炭調 好聽到讓人想多買幾份冰 大受歡迎 羅希尼提早退休之後 除了忙著享受美食 也在巴黎智宅創辦藝術沙龍聚會不斷 雖然封筆不寫歌劇 仍創作了破白手的未公開室內樂 也寫下了聖母道哥、小莊顏彌薩等名作 創作生活依舊豐富 羅希尼不只愛吃美食 也留下許多自創跟衍生的美味食補 羅希尼牛排加入他最愛的鵝肝與宋露 至今仍是牛排界奢華經典 羅希尼沙拉則指定發陰產食材調製醬汁 還要奢侈撒上松露切片 以他歌劇角色命名的費家洛蛋糕 至今也仍在飄香 以上就是今天為大家帶來的 母屆可不點樂鬥知識 別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第一時間入手更多音樂家冷知識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